好 来看到寇寇姐准备要落跑了吗 昨天这个消息传出来 大家都蛮讶异了 自己都已经被判刑一年半 一年半 结果发现昨天寇寇姐打算出国 明明知道自己是有被限制出境的 那看到同样是被列为 这个已经有被判刑 同样判处一年半的蔡玉珍 她倒是口气很强硬 说如果在这样子强制人身自由处分的话 会到法院门口绝食抗议哦 好 来看昨天寇寇姐是怎么回事呢 昨天中午她是从桃园机场准备要出境 但是因为已经被列为限制出境 所以外交部和机场方面 是有做好连线工作的 所以当她正在办理登机的时候 直接当场就被航空公司拒发机票 随后是由国境事务大队 开立禁止出境的处分书 之后周玉珍就自行离开 周玉珍打算去哪里呢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要出国 媒体报导说周玉珍昨天中午 应该去的国家是日本 但是相同时间的班机 要码是飞东京 要码是飞雄本 确切的目的地 以及出国的动机 目前还是不太清楚 来看立委王宏威则表示 外界质疑周玉珍是不是害怕坐牢 准备要潜逃出国了呢 呼吁周玉珍好好面对官司 尤其长期作为重量级媒体人 享有公共媒体资源 伤害无辜第三者 他应该要为媒体人留下最后一道尊严 诚实面对官司 一走了之 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北院方面其实已经表示了 蔡周两个人是犯下了 这个加重诽谤罪各资法 所以判处一年六个月徒刑 而且是不得一颗法金 所以现在才认为 有一派觉得周玉珍之下惨了 恐怕不是前能了事 真的得进去坐牢了 并且因为两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赦金背景 资金也一定是充足的 所以是有潜逃的可能性 所以法官当时才是判处予以限制出境 目前好在看起来 是有判禁止出境的 否则周玉珍现在恐怕 人就是在日本不回来了吗 不过就在同一天 这个网友也说 不忘关怀时事是什么意思 想要转移焦点吗 周玉珍准备前往日本的当天 还特别在脸书 恭喜我们台湾U12少棒队夺下冠军 是以5比1击败了韩国队 网友说同时po文又同时想逃 想跑出国是要出国 帮我们的少棒队来庆祝吗 还有人问寇寇姐打算去哪玩呢 怎么会被机场海关栏下呢 真的是 周玉珍的委任律师表示 他在一审判决之后 就已经买了机票要出境了 这个遭到移民署栏下请回 不好意思 应该是张淑娟的委任律师这样说 所以呢 由此可证 他们认为周玉珍确实已经达成了 准备逃亡的事实 表示会根据这个事实请求检察官提起上诉 来看到各界怎么认为呢 大佬沈富雄说 周蔡两个人被判刑 一定有不少人觉得大快人心 因为过去类似的案子实在是太多了 这回总算受到了裁罚 波基哥也说了 张淑娟其实运气不错 碰到一个愿意帮忙主持公道的法官 因为一般来说 这种案件最重也判不过两年 但是周玉珍直接被判了一年半 认为这样的重刑其实不太容易 那法官愿意判这么重 表示这个案子还真的是让人看不下去 昨天周玉珍准备从机场出境 结果出不了关直接被挡了下来 这背后代表什么呢 其实昨天有一些风声在讨论 尤其在观察周玉珍 他是不是想要来试探一下 到底民进党会不会救他呢 所以亮哥认为由此可见 民进党应该是已经丢包周玉珍了 周玉珍可能出手 想看看民进党会不会饶他一命 目前看起来好像希望渺茫哦 刚才也提到这个张淑娟的律师 吴汉成他说呢 由此可见 昨天周玉珍准备都买机票要出境了 好在被拦了下来 有逃亡的事实 会根据这个事实请求检察官上诉 根据今天的报道 周玉珍小姐在一审判决之后呢 今天中午有购买机票要出境 但是宜兵署把他这个留下来请回 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认为有事实可以认定周玉珍小姐 有意图要出境 同时有逃亡的事实 我们会根据这个事实呢 请求检察官上诉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西肤 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伯父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さん不忍 이쪽 我有点 nit 也最新的 要笑 身平西 他们将 על 空